当詹姆斯,维薄太空望远镜揭示了宇宙的另一层面,科学家们仿佛站在浩瀚星海之巅,充满了困惑和惊喜。 这一突破性的发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穿越宇宙黑暗,或许将成为多元宇宙存在的铁证,又或者仅仅是我们探索宇宙的又一层神秘面纱。 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节点上,这个突破性时刻有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更确切地说,我们正在质疑宇宙的本质。 自人类仰望天空以来,我们对那些照亮黑夜的神秘天体充满好奇和渴望。 古代人将太阳和月亮视为天空中的唯一两颗明珠,但随着科学的进步, 我们逐渐认识到太阳、月亮以及我们的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无数星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尽管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拥有了像哈勃太空望远镜这样的工具, 但宇宙仍然充满了无尽的谜团和奥秘。 宇宙的规模和边界仍然是科学家们激烈讨论的焦点。 像哈勃这样的望远镜,让我们能够目睹宇宙的早期状态,跨越那遥远的130亿光年。 这些对宇宙婴儿时期的初探,已经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 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的部署,为我们的宇宙探索带来了新的深度。 这座强大的天文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远距离观察能力, 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索星系,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形成过程。 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宇宙之初,探索的首张照片,已经引发了轰动。 科学家们宣称它捕捉到了据说在宇宙黎明时期存在的六个古老星系的影像。 这一发现,毫无疑问是对我们现有宇宙起源理论的巨大挑战。 关于宇宙的起源探索,比如微博望远镜最近发现的格尔斯伊十三星系, 它在大爆炸后仅2.5日至3.5亿年就出现了。 这一事实与当前的宇宙学理论相抵触, 因为按照线性理论,星系的形成需要数十亿年的时间。 这一发现,为宇宙学领域带来了深刻的挑战。 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最新拍摄的另一张图像, 揭示了星系团MATS0647JD的真实本质, 其中星系闪烁如宝石般明亮。 有趣的是,十年前哈勃太空望远镜也曾拍摄过这一区域, 但图像的清晰度有限。 然而,詹姆斯,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图像却展现出了星系的古老和有序, 相比之下, 我们的银河系似乎很平凡。 这些发现不仅挑战了天体物理学的核心原理, 瓦解了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基础的单一宇宙的传统信念。 它们引发了有关多元宇宙的探讨, 即宇宙不仅仅存在一个, 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宇宙。 每个宇宙可能具有不同的物理定律、维度和时间线, 扩展了我们对宇宙可能性的理解。 和所发现的最老星系Glass Z13一起的, 还有星系Glass Z12。 这里的Glass为英文, Grissom Man's Amplified Survey from Space的简称, 中文译为, 太空棱炸透镜放大勘测。 这里的透镜不是指的是一般的透镜, 而是指的是引力透镜。 它代表一项太空望远镜调查项目, 旨在通过使用天文望远镜中的光谱分散装置, Grissom, 来研究遥远的星系。 这个项目利用天文望远镜的特殊仪器, 通过将光分散成不同波长的成分, 可以更深入地探索宇宙中的星系。 Griss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和研究宇宙中的远古星系, 以帮助科学家了解宇宙的演化和形成过程。 通过这项研究, 科学家们能够获得有关宇宙起源和发展的重要信息, 以推进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Griss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揭示宇宙中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 最近发现的最古老星系Griss-C12和Griss-C113表明, 它们在大爆炸后仅三亿至四亿年就出现了。 它们的出现引发了科学界的兴奋, 很快又有更古老、更神秘的星系被发现。 在广袤的宇宙中, 薛定谔星系有称希尔斯-93316特别引人注目。 这个星系异常古老, 诞生于大爆炸后仅2.5亿年, 而真正令研究人员感到困惑的是所观察到的红移植的不一致性。 在某些观测中, 这颗星系显示出16.7的红移, 表明其年龄已经极为古老, 但与附近的宇宙物体相比, 却记录到了不同的红移植。 这意味着希尔斯-93316可能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位置和时间尺度内, 从而被科学家亲切地称为薛定谔星系, 以纪念著名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 这个天体体现了量子尺度上多种不同现实可以同时存在的可能性。 正在进行的光谱分析旨在确认红移, 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数据分析已经揭示了希尔斯-93316 可能是一种具有低红移植的天体。 有趣的是, 美国宇航局表示,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具备辨识红移植高达20的星系的潜力。 这些星系可能在大爆炸后仅两亿年的时间内形成, 或者这可能表明望远镜正在揭示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超越了大爆炸时期的概念。 宇宙谜团的另一个来源是Abel 2744Y1, 这是一种具有极高红移植的光源, 其身份可被验证为星系。 它的光线经过超过了130亿年的旅程才到达了地球。 研究人员充分利用了世界领先的望远镜, 包括斯皮策前德拉和哈勃望远镜的观测能力。 他们将不同波长的数据融合为一幅图像。 Abel 2744Y1之所以独特, 不仅因其年龄和距离, 还因其惊人的恒星形成速度。 尽管其规模远远小于银河系, 但它的恒星形成速度却比银河系快了十倍。 这挑战了一有的天体物理学规范。 在我们凝视浩瀚的可观测宇宙时, 当前半径已扩展至461亿光年。 随着我们望远镜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的时空视野范围也不断扩大, 使我们得以深入探索宇宙的奥秘。 理论上, 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有望回溯到宇宙诞生的136亿年前。 然而, 如果大爆炸确实在138亿年前发生, 那么我们的观测能力将受到限制。 这是因为, 在宇宙的早期阶段, 在大爆炸事件发生后的数百年内, 宇宙将陷入完全黑暗, 巨星第一批恒星要经过38万年才能形成。 如果研究人员继续探索更古老的星系, 随着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对这一革命性的詹姆斯, 维博太空望远镜变得更加熟悉, 这最终有可能推翻以前的宇宙学假设。 然而, 多宇宙的概念曾经只是理论性的构想, 如今却越来越被科学家们认为可能成为现实。 新星的量子物理学理论, 如气泡宇宙或口袋宇宙的概念, 表明宇宙是无限复杂的, 充满多样性和不规则性。 宇宙背景辐射以及伴随着宇宙膨胀的谜团, 都在示意着隐藏的维度和替代的现实可能性。 发现奇特的星系就像找到深埋的宝藏, 它们有可能知识已有的理论, 同时也可能向我们展示崭新的视角。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图像是否真正揭示了存在另一个宇宙的证据? 观点不一, 有人认为是, 有人认为不是。 那么, 你的立场如何? 你更倾向于坚守已有的大爆炸理论信仰, 还是被越来越具有说服力的多个宇宙前景所吸引? 如果你有明确的看法,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宇宙观点。 不要忘记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请点击屏幕上的视频, 以获取更多关于宇宙的知识。 感谢您的观赏。 感谢您的观赏。